生灵奇境自开播以来就一直颇受好评 但最近一期播出后 郑凯就发微博怒斯节目组 在网上引起很大的争议 郑凯抱怨节目剪辑不好 把精彩部分全部剪掉 给自己招黑了 还放出豪言 这个节目我不约了 其实在这期节目中 郑凯的表现不算差 戏份也很多 给集结号 万万没想到配音时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最后还被选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 那为什么他还撕节目组呢 原来是因为节目组将郑凯的精彩配音 在正片中删除 而使得观看电视的观众觉得有黑幕 很多网友觉得 电视节目中呈现的效果 明明是专业配音演员边疆更厉害 而郑凯影只是因为人气高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发现在投票环节也出现了问题 原本300位观众参与投票 最后总数加起来却有312位 这也让网友开始质疑郑凯胜出的公正性 也给郑凯招了黑 其实郑凯之前就思过不少人 比如早前郑凯发微博为某电影打call时 还不忘嘲笑黄晓明说 我并不想被闹太套的演技震撼 闹太套是黄晓明的一个心结 当年他演唱one word one dream时 把notetto发音酷似闹太套而遭网友调侃 美国队长2上映后 郑凯发了一条微博diss他 不就演了全美国人的队长吗 除了大肌肉毫无看点 和第一步一样让我失望 早前录制奔跑把第三季时也被网友爆出 因私名牌输给陆寒就当场发飙的消息 看来年轻气盛的郑凯在面对很多问题时 还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八分宝综合整理